传统的保安呢 都是在包窃了过后 它才开始会给警报 还通知外面的工作人员 而我们呢是在包窃之前 都已经可以做到这个事情了 所以我们的效率是更高的 在市场上我们通常啦 OK我们面对的问题是 种种的Alarm System啊 保安人员的问题啊 保安人员面对的问题是说 他也是人嘛 他的极限还是会面对到一个maximum first month他的那个performance是不错的 过后他开始就会 啊你懂啊 他的人性已经出来了 眼碎啊 开始种种的种种的问题 然后当有小偷进来的时候 你认为他会抓小偷 还是他被小偷抓起来 第二个是Alarm System 我觉得Alarm System 它是一个系统嘛 他听Order System Integrate 他就On 他就响 所以我们传统过去的十多年 用着的我们Alarm System 他他自行的就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案 就是说哎 他的Termal量 他的体温不对啦 还是他的有人动作移过 他就想就对了 也被列为了98%假包安 因为一天我们马来西亚通常一天 至少有300多通是打999 我的人工智能系统甚至可以区分到 就是大贼进来闯进来的时候 他必须要驾他的汽车或是罗里 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黄金时间 想象一下 要是传统的保安系统 是要抱歉了过后才发现 其实不用15分钟 就把很多的货物搬上罗里就走了 所以他要把罗里停进来 还怕进来那段时间是黄金时间 是我们不能错过的 然后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侦测到火苗 但一般上火灾的情形 smoke detector 可以detect到 因为我们总不知道哪里引起那个火的嘛 所以smoke detector 就是randomly放一些地方 直到它可以detect到smoke的时候 火已经不受控制了 但是经过电演的话 只要是一个小小的火苗 我们就可以马上报警 马上安排消防人员 所以我们过去的记录呢 一般上警察也好 消防人员也好 是在10到15分钟到现场 然后铺灭火是在3到5分钟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提供 最主要的效率就是在这边 我们有客户呢 用了我们的系统不到一个月 他就有5个人闯进他的工厂里面 而我们的系统呢 把他的外围的电演连接去人工智能过后 不超过180秒或3分钟 我们就可以分析得出 他是不是有可疑 人分析了过后直接给警告 尽管他们还是坚决留下的话 我们的监控台的工作人员 可以经过UU Security Robot 跟他们直接对话 让他们知道这个是现场 有人发现了他们的存在 然后再把警报器打开 比较起传统的把握系统的话 他必须要报切了过后他才会响 那个已经太迟了 而在还没有报切的时候 有人发现他们百分百会离开 这是我们过去三年的记录 都百分百离开 我们很多客户因为我们的服务省钱 为什么呢 因为法案人员一个要 已经目前要去掉的3000块 他只要把一个法案人员省下来 像省下来的3000块 我们的服务进去呢 其实一般上都不会超过1000块 而我们提供的服务是24小时的 所以我们比较起法案的费用呢 是省下超过一半 用我们的服务除了省法案人员 甚至保险也可以省 因为我们可以提供到更好的法案的同时呢 保险公司的那个风险就会降低 到了风险降低的时候 他就会把法案费也降低 这样就可以带来那个效果就是 提高了法案 降低了他的费用 那我们主要的客户呢 是SMI SME 中小企业中小工业 那也有一些上市公司 我们现在呢 已经进入了工业四年一个时代 也就是智能化的时代嘛 那其实马来西亚企业呢 都知道他们需要数码转型 才能够跟得上时代 那不会被淘汰 那其实我们也已经很明显感受到 科技带来的便利跟好处 那包括说突破人类的极限 跟可以提到更高的效率 那这个也是UU Security Robot 所提供的好处